Odia Jungle Odia Jungle 原标题,2018,那些电视剧只得期待,这将新闻客户端记者董小益告别,2017,拥抱2018。 2018,2017年,我们有不少现实主义题材,精品电视剧如人民的名义,鸡毛飞上一百路远的闪耀小荧幕,还有白夜追凶无政治罪的话题网剧掀气收视热潮,当然,偷图的古方不自少,毫无演技的极光之恋等等,也遭到了行业的口注笔伐。 2018,有什么电视剧可看?先看大女主,大IP部分。 1.如一传,正容,霍建华,周旭,播出时间,待定,如一传电视剧是由小书改编而来,主要讲强龙的皇后乌拉娜里士的一生,热心宫斗部书《甄嬛传》,同样由《甄嬛传》的原作者留恋此直笔,从正容上讲,也是A吉他外,比如男女主演都是霍建华,周旭。 从画面来看,也是比较精致的舞美,跟《甄嬛传》还是可以比上一比的,但也许是树大招风。 因为如一传希望之高,幺蛾子也不断,先是传出主演的片酬过高,两位主演来走了一个多亿。 现在又是迟迟不能订党,电视剧已经杀青了,原来订党2017年年末,但目前三次审核都不通过,一再闪改,希望2018年,早点见到如意转。 2. 扶摇,镇,荣,杨妮,软晶天,播出时间,待定,又见杨妮,又见大IP,又见大女主。 这熟悉的配方,让人想起,2017年年初,那部火遍大江南北的IP剧,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。 扶摇的剧情设定,也很类似,武洲大陆,以无极皇城统领太渊,天上,玄姬与宗学圣帝,穹苍各扶风海向往,山谷穹苍曾愿与神连一躲于孟扶摇之身,扶摇又是头太渊玄元剑派门下,因此至于段宝兽师们比起,于十六岁上的破九霄神宫。 从此,武功精将,被收集武洲密令,尽后扶风海破海之日前往穷苍,扶摇踏上了武洲历险之路,与无极皇城太子长孙无极相识相爱,二人合力平息探渊是阵亡篡正,如果你觉得剧情介绍里,声词太多看不太明白,没关系,反正又是一部大女主拯救苍生,拯救四海八荒的电视剧啊, 唯一值得说的是,目前从无聊来看,扶摇的制作舞台制作还是比较精良的。 三、八清传、郑蓉、范冰冰、高云翔,播出时间,一月十三日,八清传之前叫迎天下又双弱者是大女主戏,和范冰冰之前的五位娘传奇类似,演绎一位秦代女强人,寡妇八清的故事。 范冰冰一向自带话题度,之前八清传还叫迎天下的时候,就因为服装造型泰国东迎风宝收购定,质量好不好不太好说,倒可。 一肯定的一点是,八清传又是一部把范冰冰拍的360度无磁角,用各种方式美丽,用各种方式牛逼的故事。 四、烈火如歌、郑蓉、周于宁、迪丽热吧,播出时间,带定,烈火如歌是十余年前比较有人气的一部IP小说,属于过了十余年又把这个IP翻出来重新拍的,可能实在没有什么IP可拍了,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自己去百度一下。 五、凤秋皇、郑蓉、关晓彤,上映日期,带定,于正作品。 于正说,凤秋皇是真正代表他审美的大成之作,目前看剧照和片花,还是比较清白素啊,简洁高级的,就是不知道这次于正又抄袭了谁,还有关晓彤的演技,我真的不抱什么期待。 三、现代剧方面,有,一、老男孩、郑蓉、刘燕、林依晨、雷佳音、播出时间,带定,别误会。 这部电视剧和韩国那部经典电影一点关系都没有。 他讲述了结傲老男孩人只不过真年经历爱与成长的故事,阵容方面还不错,有刘燕、林依晨,还有2017年爆红的雷佳音。 二、恋爱先生、阵容、锦东、江书颖,播出时间。 2018年5月,该剧讲述了程号、张明阳、周伟爷,三个遇到不同情感问题的男人,经过一番努力后,最终他们都找到了合适自己的另一半,同时也收获了成长的故事。 网剧方面,白夜真凶,将推出新的一季,还是比较令人期待的,白夜真凶2,阵容、潘月明、王龙正,播出时间,2018年9月,白夜真凶,不用我说了吧。 制作精良,演技在线的网剧,硬生生捧红了过气的潘月明,也捧红了网剧的原作,第二部还是值得期待一下。